爱尔兰堕胎合法化应相拒绝放宽北爱规定 爱尔兰已公投让堕胎合法化后 英国首相梅伊 Teresa May 今天发推文道贺 但未提及公投结果对北爱尔兰的意义 首相发言人说 北爱是否放宽堕胎规定 应由北爱政府决定 路透社报道 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堕胎规定是全欧最严格之一 即便是强暴怀孕和胎而言重异常 也不得堕胎 和英国其他的区不同的是 北爱尔兰禁止堕胎 除非母亲本身生命或是精神健康陷入危险 爱尔兰在公投中以悬殊比例压道性通过废除堕胎禁令后 英国首相梅伊拒绝支持改革北爱尔兰高度限制的堕胎规定 面临与同党保守党阁员与国会议员摊牌 英国妇女纪平等事务大臣摩丹特 Penny Mordont 表示 爱尔兰堕胎合法化后 现在应该为北爱尔兰带来改变 北爱尔兰全力分享政府瓦解后 英国政府官员直接决定北爱重大决策 这一位英国政府可以直接立法 尽管卫生保健是地方议题 一位英国政府官员